在把時間教育除了之前 我們多有補充做的影響 就是我們黑手後面沒有任何的金主 那我們怎麼去維持哲學金主的場地 或者是其實我們每個禮拜都有獎者 可是我們的獎者也都沒有 其實他們也是站在這樣的一個形態上 他沒有拿取任何的演講費 那我們只會賦予他們很微薄的交通費 那哲學金主的維持 其實運作的維持就是靠大家的譯住 所以我們在前面有一個這樣的譯住箱 那在壞後 如果你今天口袋有點重 不想賦那麼多年錢的客戶 就是可以減少大家的負擔 可以把一些名錢放在裡面 那這樣其實哲學金主就是一個免費的論壇 那這樣的譯住其實也都是心意而已 就是我們沒有去搶求任何的人去做這樣的動作 那就是只是心意 如果你今天剛好零錢就是沒有零錢 那就是可以下個財團 那如果真的很重的話 就是投個一兩個日可以解除自己的負擔 對那就只是一個心意 就是可以這樣 那我們現在把時間交給主持人員 大家好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我是葉齊 我是一個高中老師跟國中老師 其實我應該自己今天晚上是在取暖的啊 因為我已經上了一整個禮拜的課 然後我們上到第三側 第三側還是中國史嘛 然後中國史的部分呢 就進到了就是國民當事了 然後就非常痛苦 然後又講到說二戰結束 然後就要跟他們解釋抗戰 就是國民黨說八年抗戰 跟中共說十四年抗戰 那我們就要去回頭 因為學會問問啊 然後或者是說二戰結束之後 我們再講說那台灣 雖然課本只有講開樓宣言 然後或者是在跟你說 波子產宣言說是開樓宣言的再確定 但是他沒有刮到後面跟你說 但是其實那沒有簽名 然後你就還要跟他比衝說 但其實還有最近三合約 因為你要順便跟他 不過我是盟軍第一套命令 因為你要順便跟他解釋說 到底現狀是怎麼了 那因為要從二戰 譬如說我們現在講中國史 我們就鎖定中國 而是說如何隨時隨地 把所有國家的歷史 都放在世界史的脈絡裡頭 所以我們也會去講說 之後冷戰衍生出來的 不管是安保條約 那之後安保鬥爭 其實跟現在的時事都跨在一起 然後因為他可以同時接 可以同時接台灣史 中國史跟世界史 所以其實講完就是 大家都很痛快 因為又在時事這項連結 學生覺得跟他的生活有關 可是最後會讓我很沮喪的是 我們總是要說 但是你知道考試出來你要怎樣行 就是我有點驗倦 不是有點驗倦 非常驗倦不要一不一的交易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好好的 去跟學生講事實 而不是說 你知道老師跟你補充很多 事實是這樣 但是其實做到要怎樣做到 或者是說我在跟國中生講 其實中國的課綱的時候 學生很自然 也許 我不知道所謂天然讀是怎麼樣 但是我兒子是小學生四年級 他 我問他說對於台灣是什麼樣的感受 他說 他就是一個國家 然後我就說 你不認為他是屬於中國一部分 然後他又是神說的 我說我們的祖先很久很久以前 從中國人都會這樣呼籲他 然後他就說 可是我們已經在這邊生活很久 而且我就是依賴這一塊土地 長大的啊 我們吃台灣用台灣的 所以我是台灣人 我的孩子這樣跟我說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這是不是在做天然獨門的想法 因為我這個世代 我們跟老師們一樣 我們都是國兵本世代 我們在蒙撇中成長 然後自我解持 所以講到中國的時候 學生就會說 那就是中華人共和國嘛 然後台灣是台灣 那這是學生自己會迎接的 也不能說各位 如果把焦點放在中國近代史的部分 那其實中國史很有趣啊 就像我們如果在講唐朝的時候 我會喜歡引木蘭師去跟他講說 因為他裡頭有講到什麼 克安制度啊 或是東盛來軍啊 西盛來安監 那其實會知道什麼 就是整個唐朝的兼容品序 那其實講到唐朝的兼容品序 因為唐朝之所以強盛 不是因為他創新手的制度嘛 而是他是從魏晉南北朝 就是所有的精華大集合 那從那個我們就可以講到 那現在台灣的狀態呢 台灣也是文化非常多元啊 我們各式各樣的文化嘛 或是在講到二十八事件的時候 我也會問學生說 那是二十八事件是事件本身嗎 其實前一天就開始了嘛 然後勿免還是要補充後面三月屠殺 然後問學生說 那也知道台中有二七部隊嗎 然後大家都知道的很清楚之後 還是要在概念的時候 但你知道考試要怎麼寫 所以這件事情會讓我覺得很傷心 所以剛剛就是我上完課之後 然後來這裡 然後馬上就跟靜老師講那麼多 所以想說我想要交的是城市的歷史 也或者是說到底歷史要交給學生的是什麼呢 包含學生會問說那台灣是什麼 那中華民國是什麼 中國是什麼 或者中華台北是什麼 那跟你們講這些 並不是說我們就要支持什麼 而是說我們對各種不同立場的人 我們可不可以學 從高學習到同情理解跟思辨恩能力 那其實才是我最想要的 然後這兩天就是有樹傷的業務 然後我們就來問說 黑老師你要送亮書 那你可以跟我說中國是可以怎麼寫嗎 然後我就很 我沒有憤怒 就是因為我知道不是他的錯 我就說 可以不要叫老師們終生有嗎 因為信德特剛說 要解釋二筆頭文化跟下代的關係 但是二筆頭文化全世界就只有台灣 會寫說二筆頭文化證明就是下代啊 你不能叫我說謊 我說這些事情很重要的 所以或者是說今天有講說 以東亞就是你學習者 我自己的藝術教學是從東 從台灣看東亞的世界 我跟國一的學生 或者是高一的學生 講到新時期時代的悲難文化 我問他們說 其實台商不是這二三十年才有的 悲難文化時期就有台商啊 悲難文化那個人情秀欲絕 做了耳門的 其實那個產銷的網路是整個東南亞 台商呢 對啊 那學生眼睛會亮起來 所以一個以學習者為主體的歷史教學 是讓他在他所在的土地 看這個世界 而不是我們總是以別的地方做為主角 然後非原化我們自己 那所以接下來就把時間接交給 就是金老師 請金老師來跟我們談一下 我今天應該只有二十分鐘 可是我的BTT是有一百多頁 所以我又不要講懶惰 因為我在原場地的話 應該是下一個多小時 所以我就很快的用這個 我自己送的一個簡單的簡報 想跟大家講一下 我想我要三個是什麼 我想 嗯 馬上這個高中就要選出了 下個學期喔 你拿一個版本的這個歷史課本 那我的建議就是說 我現在太多明顯的講 建議就不要用這個104的微調特段 我等一下會講說這個 所謂的微調特段 我都加括號 這比較微調 就加括號 這個課綱問題很大 待會我會介紹 所以建議還是原則上 還是用那個舊課綱 不要用那個新課綱 最好這些新課綱可以退回去 行政上是做得到的 可是這個國民黨政府在耍爛 那開場白裡面我要講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自己的目的是要當自己的 那歷史知識 真正的歷史知識 或者說是符合事實的 就是歷史知識 應該是在自由環境底下成長的 那我覺得台灣最不自由的人 就是馬英九 因為他被他自己的歷史 他所謂假想的歷史被綁覆了 所以他把他過去的那一套認識 就是我們自己 讀過國編本 或是去國民黨 國教育底下的產物吧 那馬英九就是個現實的弟子 他還被一個綁覆的 甚至他還認為 他好像也沒有自由的觀念 所以他認為 站在一個有權利者的角度 有權利者的角度 可以指使大家 該怎麼樣認識歷史 這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現在是一個自由的 多別人的社會 那認識歷史其實是我們每個人 的一個權利 至於你能不能認識得好 那要大家一起幫好 互相協商又溫溫 做學者也是如此 就是說我寫的一篇東西 就是質地有生 然後不容批評 不是 一樣的 就是在這個自由環境社會裡面的話 歷史是 真相其實越變越明 沒有問題 但是那個條件也要是自由的 沒有禁忌的 沒有一個框架在上面 那起來馬力有貪心要做的就是 加個框架在上面 然後告訴我們高中生 你應該怎麼認識歷史 該怎麼認識中間之間的關係的歷史 你今天在教訓我們 他不知道他的歷史 恐怕是不情的 好 我要說的這個微量科 剛剛大概有幾個問題 我不能講細節了 第一個就是說 他什麼對的教育 所以我說他是個大大會的講話 什麼對的教的外數呢 或者是說 為什麼他會什麼對的教呢 簡單說就是 他是專業啦 所以他們知道 什麼對該教 那為什麼說他不專業 你看他課程會的那些人 或者研定課綱的那些人 沒有一個是在 現職是歷史學界的工作者 他可能是學中文的 可能是學哲學的 那就是沒有念歷史的啦 所以他搞不清楚那個歷史 哪個東西是重要的 哪一對是不重要的 所以他什麼都要教嘛 因為他就怕關於樂外 但他不認識中國嘛 可是中國被他這樣搞 大家都不認識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呢 就是說 所以他裡面有好多 很雜碎的一些東西 放在這個課堂裡面 比如說他要你去介紹說 過去的這些 娛樂活動是怎麼樣子的啊 街行活動是什麼東西的啊 可是他不是每個時代都有 其實結晶活動 跟娛樂活動 是蠻重要的一個社會史的議題啦 可是他不知道這議題的重要性 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他就通通塞在那裡 幫我們介紹一下七夕啊 過年啊 情人節 沒有情人節 他就這樣問他 他不知道意義在哪裡 所以他就零散的發言 他就變成學生的一個負擔 課會交過來 太多東西塞進去了 不知道選擇的重點 第二個呢 其實他這個老人 蠻有課的 他講的東西很老 有一東西是80年前的史學家境 80年來我們都沒進步的樣子 那感覺很慚愧 為什麼還沒用老武帝 比如說他說 漢武帝是文治政府 課稿裡面寫的喔 文治政府 那我們就要問啊 那為什麼叫漢武帝 他說是文治政府 這個說法不是沒有根據 但是在1930年代的時候 錢穆先生的說法 錢穆先生在1930年代說這個說法的時候 他是有那種國主之碰的啦 對不對 因為他是國家正在被欺負嘛 對不對 所以他覺得說 哎 我們要對這個歷史有一種溫情 所以他就把那個溫情 也蓋過他對歷史事實的認知嘛 結果呢 我們這些不孝子孫 就是台灣的這個搞中國史不孝子孫 還是繼續引用那個說法嘛 這80年來有很多進展 我們知道 好多的高東老人都知道 漢武帝時代是萬如內法 怎麼會是個文治政府呢 這已經都變成常識了嘛 就剛剛還寫這種違反 常識啊 非常弱我們的想法 所以我說他的老人懷求特高 就某些老人 就覺得這中國好美 中國好棒 中國好妙 也希望大家跟他一樣 第二 第三個就是一個中國課綱 他明白的講 你看啊 跟舊課綱講 我們講中國的時候就用中國 舊課綱是這樣的 不是 他現在改成什麼 我國 那我的錯亂啊 我們蒙古來的這個同學 到了我們那個政大來讀書 我們應該要歡迎他說 歡迎回中國嘛 對不對 對 他違反這個現實 你教歷史不能這樣教的 對不對 我該怎麼做呢 就是會錯亂 可是他在這個課本裡面呢 在課綱裡面就是這樣寫 他只要舉辦一個中國的地方 他改成兩種改法 一個叫中國大陸 一個叫武 目的是什麼 符合憲法 就是他微調的原則之一 我再稍微講一下微調原則 一般來講微調的 好 一個課綱不是 不是不會犯錯 所以我們常常會做 錯字刊物 或內容補證 這是所謂微調的精神 那這一次呢 這個微調 多加的壓調符合憲法 要了解一下 他這個憲法的概念是1990年以前 要了解嗎 就是我們還包括 蒙古 那個大漢身為的那種 舊腦袋 對 那他在那個 中國近代史的部分 還特別列了一個兩岸分子的專照 裡面特別的根據那個 根據這個 他的認知 這個所謂的對憲法認知 說 我們現在的主權 其實是還基於大陸 唯自權不基於大陸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吧 他很開心 他這樣很開心 就說 中國還是我們 這樣 可是已經違背的意思事實了 另外就是外行客綱 就剛剛葉齊老師講 下文化 不存在 不能說不存在 就是你還沒有找到文字資料 去證實它的存在 可是他現在把這個任何呢 就當成下文化 那這種做法 在我看了 不叫後面 好 那在地化的客綱 他去在地化的客綱 是什麼意思呢 他講中國史的時候 他特別的是 特別的是要從帝王的角度 去討論他 同志者的角度去討論他 但在地的人不是沒有關係 那他要談這個 譬如說 中國經代史的這個部分 他不會特別的去簽點 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那除此以外 好像台灣跟別人 就大沒關係 這樣子 還有就是缺乏 這個認識主體觀點的課照 這就是我講的 就是說從學習者出發 那我考慮對小朋友需要什麼 他就是滿足這些老一家的這些幻想 有些人 這些老人家看來就說 他對中國很有感情 因為他拖著他自己 所以都跟得去 他不懂得 兒孫子有兒孫子 所以基本上他不是替 新一代的這些台灣人去設想 待會我會講話 就是說 我有一些建議 這些建議就是說 我們將來不知道在什麼 台灣是中國是世界史 我們家過 應該是台灣是東亞是世界史 為什麼呢 你想想看台灣的人口吐 組成嘛 我們現在有一個新住民 有一個還滿多的耶 可是我們對他完全沒認識 我還講話時間已經到了 你看 所以我剛剛設定 印尼的新住民好多嘛 有五十萬嘛對不對 可是我們知道他們怎麼 有的時候我們還會覺得說 他們佔領那個台北北車 做他們的在建議院 好麻煩啊對不對 我們根本對他們沒有了解 真是不能彈作同行的了解 因為我們不了解他們 可是我們啟示教不教我們呢 教育啟示不教我們這個東西 所以 將來的麻煩是什麼 如果再不教 你不去了解越南人 你不去了解印尼人 台灣內部會發生衝突的啊 因為這個文化 誤解嘛 那這個是歷史應該教的東西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 缺把我認識提起的課綱 我問題在這裡 你要不要往下 好 好 我想這個大家很熟知 就是我們一直擺那個課綱 基本上就是 這個政府不按行政程序做事啊 就是稍微有點行政經驗的人 就應該知道 按程序做事的話 是防止這個行政體制 瓦解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否則的話 大家都要看長官的顏色做事吧 但他們很辛苦來幫忙 那另外一個就是學術專業啦 他根本沒有找學術專業裡面的人 去做這個課 所以你看 剛剛講的很多的問題 接下來這個我想要不要講 那第四點我要稍微講一下 我們過去好 像我今天在上公司的課 我在課上 通通都不是歷史寫上去 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覺得歷史是什麼 他們說是過去發生的事情 我說OK 這沒問題 這無奈一般的常識 可是我們要想到 我們要認識哪一個歷史 或我們為什麼要認識歷史 或我們跟我們現在的關係 我們會對歷史上的哪一件事情 感到特別的興趣 或我們跟我們現在的關係 是有關係的對不對 所以那個了解歷史的動機 其實是現代的 當代的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是未來 其實我們是 從比較功能性的觀點來講的話 我們其實是怕辦錯 我們是用最省錢的方式 代價最低的方式 從歷史裡面集團教訓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還希望做一件事 就是豐富我們自己的生活 豐富我們自己的生活 這對我來講 對我個人來講 是最無敵的事情 因為我是個宅家 好啦 如果我不透過歷史去認識歷史的話 我覺得我這個人就誇了 我退休以後 我會發覺我沒朋友 連太太都不認識我 太太像一天跟人家介紹說 我們老公們最喜歡的廁所 這是... 這是粉目 學歷史的特色 為什麼喜歡廁所 今天不講 因為廁所以前有好多歷史的寶 好 是 所以呢 我們的早餐應該是未來 就是我們的早餐應該是未來 是為了防白我們自己幹錯的話 至於未來的課綱 我覺得現在應該可以想的 因為你想想看 明年一月以後就要更清楚 所以不要到時候再兵方麻煩 現在要想好該怎麼準備 第一個我覺得要進點課 既然那個高中的歷史課本 這基本上不是站在學習者的角度去設計的 三胎也都已經進去了 你說現在標準的課綱是 中國史制定是1年5冊 實際上呢 三年都在準備教中國史 是不是 他是以中國為中心的 你說1年5冊 是能夠用1年5學期教完 基本上都不行 從那邊要學習 那還敢得要死 所以我覺得一個大的問題就是說 把那個課量給降低下來 比如說一個學期是15個州吧 你那個課綱的設計 你不要設計滿 以前我在參加98課綱的設計的時候 我們就說 我只設計12州 另外三桌就交給老師 交給同學自由發揮 他們有機會去練習啊 去做實際考察啊 去認識鄉土啊 然後從鄉土裡面 認識到一些淵源流暢的東西 對不對 好 把那個自由 把那個自主權 還給這些老師 還給這些學習者 好 這是我講的第一個 就是以學習者為主題的這個觀點 那12年的課綱呢 就我現在看到的草案 在歷史的部分 就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它超美教課綱 你們現在還看不到對不對 有人偷偷把你們拿出來給我們看 你雖然國民黨在折住 這個美教課綱 它那個12年的國教課綱 在歷史的部分 記得它就是超美教課綱 他打算拿那個舊的這個棒 繼續翻下去 第二個就是調整框架 我剛才講就是說 現場不是台灣中國世界這樣的架構 本來說這個游進極遠是對的 可是現在中國史呢 大到不成比例 了解我意思嗎 大到不成比例 等於算是高中你就教中國史就好 因為台灣史裡面 大家對講的是跟中國的關係 那我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要把東亞放在中間呢 應該有一個考慮是 把中國放在東亞的脈絡 給它去理解 你才會知道它的特色在哪裡 你才能夠正確認識中國 它在東亞世界扮演的角色 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應該對中國周邊的這些國家 其實台灣周邊的這些國家 有一些認識了嘛 我們要對馬來西亞 對印尼 對越南 對菲律賓這些對我們台灣 有很多貢獻的這些新住民的家鄉 有一些認識啊 這是我們台灣一個號稱自由 民主多元 尊重人的價值的社會 應該做的事啊 是不是這樣子呢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將來呢 把這個東亞放進去 讓那個中國史 是很臂力的 放在東亞史的價格裡下去認識 那第三個就是對五祥金 我的建議是 近五百年的 介紹詳細一點就好了 五百年以前的 就不要說那麼多了 像李修銘在念那個 國際本的歷史科本的時候 都會介紹給金人拿 我上那個大一課的時候 大一的同學的課長大一同學問我說 老師你為什麼不教北京人 我說北京人是人嗎 我不是在講現在中國北京人 我是說那個 我們過去歷史教育員 不是跟你講 北京人 三點鬥人 我們都把這張學起了對不對 可是北京人跟三點鬥人都不是人 那我們學他們幹嘛 所以我們從那盛世紀時代 那個Homo sapiens 四人開始學起嘛 那才跟我們的關係親近嘛 那過去那種學法就是告訴我們 喔 我們的歷史遠遠有場 所以我們應該要 配上害中國嘛 那他的後頭設計目的是這個嘛 那我們不需要這個東西 不需要學那麼古老的東西 反而是應該饒重的近百年的歷史 就是我們今天的社會是怎麼形成的 跟近百年的歷史是比較相關的 所以如果我能夠做到六五相距的話 是不是可以經典科教 這樣了解我沒有什麼 我都不知道教那麼多太古老的 大家覺得沒有感受的那個歷史 第四個我覺得結構取向 我們過去的人喜歡講他太宗怎麼樣 好英明啊 那騎士王好暴虐 那他武藝 兇才大略 那林太祖好英狠 我們都把這歷史的成敗 系註於單一的個人 特別是統治人 可是現在我們是不是應該這樣學歷史了 不是的 我們應該看的是 把我們的視野放寬 去看這些社會政治集體結構 是什麼 這樣了解我意思 所以你就不要再去背什麼 什麼開景天簽過 你們知道我在講商量會 然後還講這什麼王莽 什麼什麼戰天制 然後又講這什麼 魏偉帝什麼軍天制 什麼到底什麼宋代又什麼兩歲法 就跟他講這大普通的意思怎麼回事就知道了 就是政府在其他百姓透過土地制度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換句話說 你要有這種結構的思考觀點 不是把歷史的成敗或者是興衰 當作是個人成敗 來理解 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們能夠選擇主軸 從這個政治經濟社會這幾個切面 抓出來的主軸就好 不要什麼都教了 我的意思是這樣 那我們在學生的腦袋是不是會更活啊 更活活啊 他對這個當代社會 不是更敏感嗎 第五個就是影響深遠 歷史上對台灣的人 影響深遠的東西很多 舉個歷史講 這邊是中部嘛 我知道南投有好多讀金班 讀四書五經啊 很多人很喜歡儒家的書 我們前行政院長 這樣一塊也很喜歡儒家的書 可是他的行為就會讓我們 因為儒家老宗司 孔子講過一句話 叫庶民有道的書 天家有道的庶民不義嘛 所以我就常常問 孔子如果活在今天的話 會不會參加學運 如果他參加學運的話 他會不會挨打 好 那你就要想啦 這家運的話是怎麼回事 他學的儒學是怎樣 這個就是一個爭議點 我的意思是說 像這種影響深遠的課題 就可以拿出來討論 在歷史課程上 你讓他有生意討論 你就曉得哪些是冒牌的儒家 哪些是真正的儒家 那第六個就是教學需求 剛剛葉前老師其實講了 一個很無奈的課題 我們有這麼多的教學理想 這麼多老師這麼有熱情 結果被你跟大考綁死了 對不對 你經常給我考這個選擇題 選擇題就是單選題優選題 然後一個非選題 非選題是什麼 鐵沖題 那所以呢 我現在在課堂上問同一個問題 你覺得這個答案是什麼 它就是四個字 四個字 我說你不能夠搜尾清楚的 跟我有條有理的說明理由 論證這個 這個 你的 你的道理嘛 他就開始慢慢練習 不然我們的腦袋已經被訓練 訓練就是回答四個字的答案 兩個字的答案 這樣子 這樣子的模式 那這個事情該怎麼做呢 我覺得現在我們就是要跟大考綁集結論 我的瞭解是大考綁集現在已經在做了 對我們將來要研究 處理歷史課題的時候 要我們身分級來考 這個是做的到來題 那我們就基本上大家一起努力 讓這個東西變成事實 不要再拿那個選擇題啊 被選題啊 或者是那種多選題 來靠我們的學生 這樣子才有辦法 讓這個高中的這個歷史教學變得活潑起來 然後真正的符合這個歷史思維訓練的這個能力 而且也是站在這個學習症的立場上去想事情的 好 所以就到了就簡單到這裡 等一下再請大家指教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陳一龍 那那個我原本應該是台東中的歷史老師 他是我今年休息這樣 然後那個 因為在專業的部分啊 其實謝老師已經提過了 那我就講專業的部分 那那個 好 那那個 基本上有兩個問題啦 因為我想說我是站在一個人 因為我現在在練習理學 那 我是站在一個人 每個人都在練習理學 一個氣體如果心裡有一個動力的話 我想看這兩個問題 就是說 一個就是 反課章回調之後 請下我的學生會比較喜歡學習 我想這是一個研究問題 反映出來我們整個歷史教育 或是我們的教育體制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問題 但是這問題和課章要不要反它 我覺得是兩個立體 好 那這個地步我們要提 第二個是 反課章回調之後 台灣的歷史教育就會變得多遠 我想我的學生應該很有感受 從事我們回到原來的課章 可能是沒有 但是接下來就是我想要談 就是說 就是說 究竟在台灣的歷史教育裡面 能不能瞭解 我們到底是躲在哪一個世界當中 簡單舉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 我們都會到台灣的時候 例如說 我被日本統治的時期 我們實際上不太瞭解 大日本帝國在他所有的境內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也就是說 你當時身為一個大日本帝國 裡面的台灣地區的人 那你有沒有辦法到其他地方去遊走 我們好像是都不太理解這件事情 我們也沒有去思考過這件事情 或是說二戰期間 因為我記得有一年學生的理由說 二戰期間 有的地區人拿一個講志如 你會講什麼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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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猜看看他是什麼地方的人 他會講馬來西亞 他會講馬來西亞的話 然後他會講志如 你會講中文 他猜猜看這個地方是哪裡的人 然後實際上這個題目 就是可能連很多老先生 都學不小的 他實際上是二戰期間的東南亞 可能是剛剛寫的一輩子 而這個題目就引發我 因為我想 奇怪我以前學的 我還捨得沒有什麼 搞自己的一題 就是說究竟在當時 當時本帝國是那種 當時我到底是活在一個什麼世界 但是這些都不保險 再去往下跳 因為基本上 我會稍微跟各位不同 現在憑我他是滿不專業歷史老師 我大學是念哲學上 研究所是念族群研究 然後那 我的學期 實際上我的歷史學期 非常非常的少 因為他所在東華的歷史系修學分 當他很近很大 所以我一直修了三門課 來傳達歷史老師 我覺得是滿恐怖的 不過就是我要很感謝金思琦老師 因為我到初衛上 是有大部分 金思琦老師是我當時的那個 私教老師 對 金思琦老師已經忘記這件事情 對齁 我實在記得 那基本上我的恐怖是因為 各位可以知道我的筆子 應該是比較放在社會科學 那所以當我教歷史的時候 實際上 當我出去研究這件事情的哲學 然後跨到歷史的領域的時候 其實上我現在我非常多的疑惑 包括就是說 為什麼只會用 用一個視角來看 那個時代發生的事情 或是 老師我先講一下就是 因為我去山坡老師的那個課程 因為就是 為了那個教育課堂裡面的 道教議題 我去山坡老師的課 那當然我覺得有一些 有一些 在大學裡面的研究者 可能並沒有這樣 可是我覺得 在真正的事實養成裡面 常常 我們的老師 尤其是 不只是歷史老師 就是很多老師 可能都是習慣採取一個視角 或是一個角度 來理解我們和過去 那我覺得 這是在我們的教育裡面 一個的教育 也就是說 對我來講就是說 歷史教育我們 永遠是在談過去 或是說 我們永遠保養自己 綁在一個 課堂教育空間裡面 他有沒有可能 學歷史 是有可能把這個詞 是轉化為 一對於現在 長代的 廣告還是什麼行動 這其實是我一個 從做主題研究 跨到歷史的時候 其實我心中 一直一個非常大的螢幕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呃 呃 呃 尤其是我在學歷史的時候 我相當前面也感到一個 他是在做一個 民主史學 就是 他要太快速 你要做一個 什麼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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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那所以 呃 也就是 呃 呃 這個地方很難得到 就是說實際上 呃 我比較關心的那個議題 是呃 批判教育學的議題 也就是說 在學校裡面 如果我們會一直喜歡 因為那種意識形態 或是這個課程的本身背後是有意識形態 重視這個課 這個 呃 重視是像九五課當中 是比較多元的教材的時候 我覺得背後還是有個非常強烈的 意識形態的時代 也就是說 我們的課程裡面 沒有可能去談老婆 或是我們的課程裡面 有沒有可能談到東南亞 所以我們就把脈絡 拉到現在的移工 或是說 我們談到 唐朝和性別的時候 有可能和當代的性別 去做對照 我覺得這個 在我的學期裡面 我覺得有 非常多的困惑 那我更大的困惑是 如果意識是一個文學科 那他最近對人的關係是什麼 那 當然因為我要扣解到這一次的 反課堂的議題 也就是說 欸我覺得反課堂這一次的議題 實際上是一個機會 也就是說 這個機會實際上 實際上很難得走出 教室之外的歷史老師 我覺得是 有第一次有的機會是 看到彼此 而且知道彼此是一個 歷史的行動者 歷史教育的行動者 這對我來講是 我要來討歷史分別不順 那也就是說 我覺得在過去的歷史裡面 實際上 它一直都沒有一個 比較反映出來 素的或是一種 比較大陸史的面向 那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說 我也覺得在歷史教育上面 我在想說 可能很簡單 縱使是 我們今天在上台灣時 我們有最初學的台灣時 可是我們每一個同學 幾乎都沒有辦法 和自己的經驗去連結 也就是說 你的家庭今天 他是沒有辦法連結 也就是說 比如說 你住在什麼地方啊 你在 因為像我最近到 我在這裡祖父 我才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 欸我學了 歷史知識啊 然後此知識好像 關於我去理解我的家族啊 我覺得 他是斷裂的 就是說 比如說某個程度 這樣的知識啊 我覺得他和個人的生命優勢 假如什麼 你要連酷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知識 還是屬於一個 比較客觀 甚至把你自己客人化 就是把你自己變成 是這個知識的客人 的那個狀態 那也就是說 我覺得如果歷史 或是 我在安克剛這一次的過程裡面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機會 要把我們前推 就是把歷史教育推到 就是他可以讓我們的 收入的話去連結 也就是說 甚至我們去了解到說 在這個收入裡面 有不同的群體 例如說 欸我們這裡有 呃 假設有米男人 為什麼有 有第一名 那我們沒有辦法 透過第十個經驗 我們沒有辦法 互相去參加 不同的群體 我們的生命 和過去 那第五就是說 很簡單的 我們講台灣的時間 我想 總是我們講了這麼多台灣的時間 講了這麼多的時間 就有可不可以 走到現在 我想一下子的問題 幾乎也都不是所有的歷史 或是因為你學歷史 你最好敢知道 你會願意去做 台灣更多的古蹟報酬 或是說 你會願意去了解 那是兩院的議題 或是說 那個大虎案 你會願意去參與 好像都沒有 好 那我會覺得 好 我們再去我們看看 大家明白我的時間 那接下來 就是 就是我講到就是說 因為我在想說 可能這次題目 我有點忘記就是說 實際上我覺得這次題目 已經點出來 一個非常好的方向 就是說 我們在過去做中國 做一個研究的時候 實際上 我想在中國史 因為我覺得我目前很尷尬 就是 我們現在是在比 我們的中國史 在比 很落後 非常落後的兩個狀態的疲勵 就是說 它譬如是 有一個比較指向 未來的可能性 那也就是說 可是我覺得這對來而來講 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就是說 包括我們哪個時代 去如何去架構 我們的歷史的知識 我覺得它本身就是 一個意識過強 那但是我覺得 現在在台灣 就是很尷尬 就是說 我覺得現在還是品格在 例如說 戰起我們當時在 當時在大陸的那個 武士之後的 更加緊張的那個 民主史學 或是說包括在戰後 這個所謂的 復興基地 這樣 國家是基地 那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我們都沒有辦法 比較認真去 回去去反省 就是說 到底歷史教育在教我們 什麼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 會讓 我們現在在反課 這樣的行動 但是沒有辦法再往前 退 就是說 集體是說 很不熟的 因為它情緒不正義 所以卡卡這樣 可是我們並沒有在 很本質性的 再來去反省說 那到底我們的歷史教育 是在教什麼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 舉個歷史就是 跟台灣的反韓一樣好了 就是說 嗯 就是 各位 你可以想像嗎 就是說如果馬放在世界史的脈絡 或是馬放在東馬史的脈絡裡面 你從漢人的角度來看 那今天就是一個義父統治嘛 所以一直認為說 他在承襲的 一直就朝鮮的角度來講 在明朝時期 他一直認為他一直在承襲儒家的文化 當清朝進來的時候 他怎麼會否認為 他是儒家文化的正統 各位你理解齁 所以我覺得 我們常常也在不爽說什麼 韓國講什麼 道理解釋他們的啊 什麼 終究解釋他們的 不管這是不是真的 那我覺得說 常常在不爽 但是我覺得如果把它往回 推到歷史的脈絡這樣 我覺得這蠻正常 因為如果你有機會看到是 但是韓國每個人進去 那你要承襲都換90度的時候 你可以理解到 那個 我覺得那個 比我們 比台灣更像武家的社會 那但是我覺得這一點 我是先台灣人做對照 就是說 那包括就是說 我也覺得說 我們也必須要認真地去思考 這一次一點 就是說 在台灣的中國史 為什麼要走到這一步 那我覺得他跟 在大陸 在吳格蘭 在推中華文化自行運動 這個運動的基礎很有關係 那當然這個運動 因此我們歷史 我想 國耳朵就不慘了 各位 到現在 還在爆 還在爆 那 我實在想到就是說 如果你們在下面 拿給了訂閱 我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吃 憋上國事辦的 會憋太起子這樣 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連 包括中國本身 他的概念都非常非常的流動 也就是說 在過去 如果沒有受到 當代的民主國家 概念的衝擊之前 在過去的中國 它實際上 並不像國家的理解事情 你在想 就是說 你就想說 在同一個國家之內 就有高有低 我們怎麼能承認 如果 就現在的民主國家 概念 公平概念 是不是也不適合去理解 所以就是說 如果過去用天下官 帝國官 再重新理解中國的時候 我們該怎樣再 回歸到過去 怎麼去理解 我們過去 包括 在台灣史上面 你出現的明朝和清朝 或是包括在幾句 快速現代化的 什麼理解 我覺得都 要用不同的關係 去理解它 包括在理解它 使它可能 動向的時候 想跟它是一起 或是一個重線 這樣 我們再去往下 往下拉 那 這個我有點拉遠 所以這點我就先調過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我想問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 反克剛 這次機會 我們有沒有可能走 一條路就是 提反的歷史教育 也就是說 我們開始到 遲疑到就是說 我們過去 不管是台灣史上 或是 或是新舊課章之間的 再過去它對於 歷史的預設 或是這個姿勢 究竟要教誰的姿勢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 這段時間 可以好好的反省 因為我覺得這個 也就是說 因為 跟很多歷史老師一樣 我也必須要去 收歷史系的訓練這樣 那我覺得就是說 為什麼在今天 立憲了很多老師 在面對這個課章 調整的時候 他實際上蠻無感 或是他覺得蠻OK的 也就是說 再過去他所收教育的歷史 就是這樣 那還有再包括說 有可能很多歷史系的教育 他也還是這樣 那當然我們只談 高中回到課章的時候 當然大學的教育 不可能廣告這樣 但是我覺得是 勢必所有的 地縣的歷史老師 或是所有的 高中的同學 我覺得必須要看到 所有的歷史老師養成的 故事條件 也就是說 他是怎麼來的 如果不想他怎麼來 我覺得 我們也常常 歷史老師的地縣上 覺得被扯或是怎麼亂七八糟 這樣 就是說那到底說 這些 這些 這些大樹大樹大神門 他的想法 為什麼會這樣賣 這樣子 就是一種 或者是 團大的疑惑 這樣 那再來就是說 我也想要講一點 就是說 我們的歷史教育 有沒有可能使用 就是 to do 就是我們不用做歷史教育的方法 也就是說 在現在我們對歷史的想法 還是太在自私性 就是說 他就是一個老師在前面 然後 跟各位講 這樣子 然後我們常常說 我們就是 沒有辦法怎麼說 或是我們有很不一樣的歷史先前在講 但是我在想是說 我們的歷史教育 有沒有可能在更多 或是說他可以讓你 你如果想說 你請問我學個什麼地理 你還幫我們都可以什麼 親自做什麼 有的沒有的這樣 那我在想說 這個地方是 回到我們第一線的歷史老師 就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讓歷史 這件事情 是在你的生活裡面 嗯 這件事情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那以前我只能夠帶行去 銀麻糬這樣 那但是我在想說 應該可以有更多 這樣子 或是 寫解你的家庭故事之外 有沒有更多這樣 可以做更多這樣 就是說他只是 進到你的 在你的生活裡面 這個姿勢是在你的生活裡面 它是 它是 和你的生命是可以 交會的這樣 然後最後一個是 呃 因為我最近有對行動研究 很有興趣 那我講一下 我眼中的行動研究 這樣 這個行動研究實際上 是比較 呃 它是比較 左派的行動研究 它是基本上是認為就是說 行動研究 如果我們老師在反課堂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行動研究 欸 行動研究的研究不是研究 它是 好 來 好 我認為 消行動研究基本上是一個 社會情境裡面的 我們的一些成員 包括理貫金 反課堂這件事情 我覺得 你主要採取一種 集體自身反應探究的形式 然後這樣的探究 同時除了 朝向自己之外 我們也去增進 呃 我們彼此之間 對自身所實踐的 所在的處境 還有在這個複雜過程裡面的一種了解 好 然後再回來一下 好 OK 那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要講是說 在這一次的 呃 反課堂的過程裡面啊 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 今天這個場子啊 我覺得剛剛好 就是因為它已經搞過了那個熱潮 對啊 那但是我覺得它 剛好過那個熱潮的時間 我覺得它更是 我覺得大家可以繼續往後扎根 還繼續往下走的機會 因為正因為它 它不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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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上的事件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 是在立現的老師 或是 我覺得關於歷史教育的 我覺得是可以 一直繼續再往下走 因為我覺得 這裡沒有包含非常多 包括就是 喔 在大學這部分的 歷史的研究 那我覺得在關於 畢現的歷史教師的行動 包括他自己對於 自己教育 歷史教育的 知識的內容 的反省 以及我們的 執史行動之外 我覺得包括這一次很好的 是因為 我就有看到 高中生的行動 比如說 他第一次面對 他的學習 和他的教育 他去 我覺得是用奪權 好了 就是說 他想去爭取一個 是屬於他自己的東西 那 但是我覺得 這一條路實際上 它往後還有更久 因為 我們現在實際是 只有打得更爛 但是我們並沒有 我覺得還沒有 一個機會 讓我們可以往 更好的方向走 那 我 我只是講的就是 就 如果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老師這樣的角色 我在 這一次的課程裡面 我覺得 我後 我自己想要再繼續走 那 我也跟很多 畢生的老師很抱歉 因為我齊悅還在行政上的 所以實際上 就 很多事是不偏 不偏發言 不偏行動 那 那把樂 好像有 我在修養 那 希望就是 在未來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很值得我 一直往下走 就是作為一個老師的職業 來 謝謝 謝謝